今天给大家唠唠成普啊 这个武将我觉得不行 就成普这个武将 他确实比料化强 但存在感还真不如料化 将二存在感最低的武将 四血两技能 看似很华丽 实际上别扭的一匹 啥也不是 同在将二 操掌我还能选出来 当个内奸摆摆烂 这我成普选出来 处在那里 我都觉得对不起队友啊 很愧疚啊 对不对 先看这个利火 这个技能很逆天 看似技能描述很长 应该是很强的一个技能吧 实际上 就是拳头砸核桃 亏了一匹 你说你用这个利火 把普通杀变个火杀 杀中了还要掉自己一滴血 真的赚吗 就算让你额外杀一个目标 而且杀中了 你又能咋地啊 不如标黄盖苦肉掉一滴血 摸两张牌 至少人家是稳定过的牌 就这个技能 你除非摸到猪血雨扇 能当个钉缝应用吧 其他基本上就没什么发挥的机会 纯纯消丑 最关键的是 你用称普的死因 杀叛军 把判决尸体投入火中 烧尸体伸出利器 导致自己得病去世 这种极其具有争议的事迹 当技能典故 也是没啥好说的了 强行契合就更是小丑了 当然有朋友乌渣了 说这个一技能 也就是个天头技 二技能 对不对 酿酒给队友微酒 才是成普的主技能 确实是 一个四血的江东虎尘 你给他设计成一个奶爸 这就好比让戒学生 拿到了结因啊 可以 唇狼这个技能就是结束阶段 你头上要是没有唇 你又可以把你手上的这个杀呀 变成一个唇标记 然后有人冰死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这个唇去救别人 杀当逃用 这不是血传吗 怎么说呢 你破个完杀 还有那么一点点用吧 其他正常情况下 这个技能就完全拖后腿 我团队里面 宁愿换个能打的 或者说能补牌的 怎么都比异强 就不说现在的环境了 你就算葛当年的环境 你这结束阶段扔两张杀当九 有啥用啊 且不说你摸拍白 哪来那么多杀 就算你真有四张杀 你把四张杀全变成九 然后呢 自己杀牌都没有 直接连牌空城 成为团队的突破口 你说你不放那么多 我就放一张 我就放两张 那说实话 我真不如玩画图 反正怎么放都别扭 打军事局没有用 我们要的是敌方赶紧捡员 别搞那些花柳胡哨的 打烈士局就更废物了 浪费输出牌 自己不出杀 可能囤九 全存慢性自杀 仅有能用的优势局 好像也不怎么缺你 这一两张九 能巩固优势 但是你当初 把这个武将选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丧失了 一定的开局优势了 甚至你作为一个武将 一个无国的奶爸 这个技能 连孙权的救援都触发不了 他跟吴国泰不一样 他不需要刻意去做事 队友留个非基本就可以了 你这费半天劲 然后技能发动频率也不高 头上有酒 还不能继续叠加 本身技能已经够废了 还和一技能利火相冲突 纯纯杀了你 而且这个纯劳的典故 用的也不对啊 那三国之里面 那句话是 与公警交 若隐纯劳 不觉自罪 说的意思是 与周公警交朋友很舒服 就好像喝着美酒 不知不觉就醉了 这跟你把杀当酒 就有人有毛线关系 对 就成普这个武将的技能设计 真的很差 同在将二 你看看都有 寻忧这种设计 几乎完美的武将了 这一对比 不知道这个成普咋过神的 OK 这成普 老武将里面 为数不多 设计特别拉胯的 技能典故对不上 技能发动频率也低 强度也低 就没人玩 还不如料话 对 将士们 引火对敌 诶 仗中不可无求啊 和我同归于尽吧 啊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